Hello 大家好 昨天 DJI Leo 最新推出的航拍機正式賣街 在風球下落後就正式入了一部 入手了這部 Combo 版本 這部 Combo 版本除了機身之外 本身包含了額外兩塊電 總共有三塊電 最重要是有遙控 可以令它變成一般的航拍機 現在大家看到 我手上拿著這部就是 DJI Leo 另外這部就是我上次做過評測的 Hover Air X1 Smart 看見尺寸方面其實非常接近 兩者是非常接近 DJI Leo 比較厚 重量方面也會比較重 因為這個 Hover Air X1 Smart 主打是日本的市場 所以它的重量就在99g 另外這部 DJI Leo 本身有 GPS 功能 以及可以當作一般的航拍機使用 所以重量方面是比較重 135g 變成優勢就沒有了 即是去日本的時候 你需要登記才可以再玩 即是不要看見它 因為135g 這麼輕 以為不需要登記 去日本玩 記住 都是需要當地登記 做一個 Remote ID 的 Registr 才可以正式在日本玩 記住 這個就是和 Hover 最大的分別 這一集我主要會跟大家 對比一下這兩部機 在不同功能上的分別 尤其是自拍追蹤的功能 以及畫質方面 這個 Hover 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畫質最大可以到達2.7K 30fps 但是這個 DJI Leo 更加強勁 可以拍到 4K 30fps 大家可以一會對比一下 究竟畫質是否真的差得那麼遠 還是其實只是差一點 這個一會大家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現在不說那麼多了 先找一個空曠的地方 測試一下這兩部機的自拍功能 大家現在看到我手上拿著 就是兩大品牌最新出的飛行相機 這一邊這部就是 Hover Air X1 Smart 而另外這一部就是 DJI Leo 稍後我會同時利用這兩部相機的自拍功能 拍攝自己 讓大家看看究竟出來的效果 在追蹤的穩定度 甚至畫質方面究竟有多大的分別 現在不說那麼多了 馬上試一下這些功能給大家看看 在我拍攝同時 其實路易斯那邊已經在測試這部 DJI Leo的FPV模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的影片 但後面會有少少的雜音 因為它已經在玩了 現在先把兩部機開了 現在我會測試最簡單的功能 就是一個懸停的模式 就是把這兩部機原地停下來 但是會認得我的樣子 即使如果我左左右這樣轉的時候 它會跟著我做拍攝 但是因為今天其實是剛剛打完風 即是剛剛打完這個8號風球 現在其實幾大風 後面的風不斷吹過來 不知道這兩部機機仔細細 頂不頂得信 現在先試一下最簡單的模式 給大家看看 其實現在兩部機機都是在拍攝我 都頂動的 即是看到它們都不太穩定 是有少少偏擺 但是回到去我才會看到拍攝效果 我相信是OK的 不過現在我只看下去 DJI Leo的擺動度反而是更加大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它的機機是比較大一點的影響 但是其實重量方面 DJI Leo是比較重一點的 我本身是預期它是比較穩定 但是現在我看下去 就是這個DJI Leo 那個動動的情況是比較大一點 我一會兒都可以用另一個相機 拍攝給大家看看 究竟這兩部機的擺動的情況 現在就收了機機 現在暫時是沒有風的情況之下 會看到兩部機都是非常穩定的 現在我們等一會 等一會 如果它大風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看到兩部機 它會出來的穩定度有幾大的分別 現在開始有少少風了 我自己的感覺是DJI Leo是相對沒有那麼穩定的 但是我不知道出來拍的畫面 會不會是都OK 即是都可以接受 所以就回去再看看片 究竟出來的畫面 會不會其實它沒有那麼穩定 但是去做回那個電子防震之後 其實畫面都是可以接受的 現在可以回去看看 現在我就會試這個跟隨的模式 這件事都是我非常期待的一個測試 因為可以真正試到這兩部機 最大的賣點就是跟蹤的功能 究竟在穩定度上差多遠 現在馬上試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的兩部機都同時跟著我 都跟得很貼的 兩部在表現上我覺得都非常接近 即是跟得都… 無論那個高度 或者跟著我那個距離 都是很近 跟得很好,跟得很貼 那我現在試一下如果跑的話呢 究竟是跟成怎樣 先試一下先 其實Hover Air X1 Smart 和 DJI Leo 呢 都跟得很貼的 這兩部飛行相機或者叫航拍機呢 保護性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今次我就帶小朋友來玩一下這兩部機 看他們都玩得挺開心 都是一部挺好的親子玩具來的 今次他都有幫忙我測試一下這個追蹤模式 都追得挺好的 那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追一下你的小朋友或者一些草物都應該無問題的 那現在我就會試一下這兩部機 這個正面跟隨的模式 因為之前Hover這部機 在正面跟隨的時候 如果我轉身轉得太快 它未必可以一直跟著在我前面 那現在我就想試一下這部DJI Leo 究竟在這一方面有沒有這個改善的空間 如果我一會兒轉身轉得很快的時候 是不是都可以跟著在我前面 那現在就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簡直是不知道在做什麼 噢 炒了 好 先收回 這個DJI Leo 正面跟隨好像不太穩定 我再試一次 給第三次機會 這個DJI Leo 先 那現在我試一下 正是DJI Leo 去跟 Hover 不攪它 看看跟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那現在呢 譬如現在呢 慢慢轉身 都是不行的 慢慢轉身 它都是會去了後邊 但是我沒有同時放Hover的情況之下 可能剛才是因為那個氣流 即是被大家互相影響 DJI Leo 跟的時候是跟得不太好 現在試一下就這樣 用這個DJI Leo 跟 又OK的 感覺上好了 可能真的大家氣流互相影響的關係 現在向後都OK 都暫時感覺上是跟得很好 試完這個追蹤模式之後 現在我就試一些簡單的功能 首先就試這個漸遠的模式 兩部機都會試 但是我不兩部機一起玩這個漸遠 因為怕它們的氣流互相影響 但我會在同一個地方 玩這個漸遠 大家就可以看到拍出來的畫質 和穩定度的分別 試漸遠的時候 然後我把一個直到給大家看 看見兩隻的表現都不錯 表現得不錯 兩部機都一樣 拍完這個漸遠會自己回來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分別 就是這個DJI Leo 在拍攝上面 看不到那個指示燈 我不知道究竟它不是在拍片 我只可以相信它在拍片 因為它的機頭是沒有一個指示燈號 但是Hover在這方面就比較方便 因為在拍攝的時候 它會顯示是紅色 你自己比較確定它在拍攝中 現在就試另一個功能 這個環繞功能 剛剛我用完兩部機的環繞模式 我發現有一件事 就是好像那個轉的方向 是沒有得調校的 這個Hover是會逆時針這樣轉 而這個DJI 是會順時針這樣轉 我暫時未找到這個設定 怎樣可以調校到這個旋轉的方向 還有會看到旋轉的速度 其實兩者都會有分別 回到去看片 應該就非常清楚看到那個分別 現在我會測試Bird Eyes的模式 應該是最後一個模式 可以比較到兩者拍攝出來的分別 當我測試這個鳥嵌模式的時候 就發覺一個奇怪的現象 Hover的表現中規中矩 其實也有少少震 但是DJI的表現就完全不能接受 整個畫面看到震之餘 還有幾明顯的Gelo的Effect 我覺得DJI這方面真的要改善一下 希望之後可以靠Firmware去整理這個問題 剛才就很簡單的測試了 這兩部機的自拍功能 都希望讓大家看到 究竟這兩部機拍出來的效果 或者畫質方面有什麼分別 之後我會再測試這部DJI Leo 航拍的表現 因為它買Combo版的時候 會隨機附送一個很傳統的航拍機的遙控 即是畫這部機 其實可以當作一部航拍機去用 但是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部機的雲台 只是一個一圍的雲台 不是一個三圍的雲台 拍出來的影片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一個航拍機那麼穩定的 我也想知道究竟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之後會繼續測試一下 好了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測試的影片 都希望你在右下角的位置 按一下Subscribe button 還有Comment、Like、Share 這條影片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